看一看啊 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 在创建的时候 关于他的生命周期的一些细节问题 而且呢也跟大家讲了 如何从客户端获取 保存cookie信息 这个获取啊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他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没有的话呢就会拿到一个空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直接取的 他也是个空子 好现在呢我们就再接着 讲下一个就是如何更新 我们的这个cookie 下一个就是303 如何更新 更新cookie信息 如何更新这个cookie信息 这个更新了 就没什么说的 更新的方法就和side一样 因为键子都是键 它是不能够重复的 就是针对单个用户啊 同学们要注意 你不能这么说啊 或者说张三保存了一个 建值建为内蒙的 理事就不能保存这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的cookie信息是保存在客户端这一头的 所以说呢 他是针对一个用户而言的 你比如说另外一个用户来了 对吧 另外一个用户 他叫小明 那他保存的是他的一份啊 这个是不大家的 就小明可以有小明的东西 大明可以有大明的东西 他是他是保存在不同的位置的 这点请大家注意 你不要老纠在一起 谁访问就访就返回给谁 比如说韩老师访问的就保存在韩老师的这个机器上 那么我们班这个小明访问的就保存到小明这个机上面 这个是一定要区分开来 你别说好像是保存在一个机上面 那是不对的啊 那是不对的 所以这点要注意 所以更新几乎就没什么讲的更新 更新 某个 这个 这个cookie信 cookie 这个建值段 建值段 实际上 建值啊 实际上就什么呢 实际就是重新添加一把 实际上 就是 什么呢 重新添加 重新添 设置一下 哪个动作呢 就是size cookie 我们来可以也简单 简单的把它说一说啊 就是我们cookie3嘛 所以你会学什么东西 就去韩老师一句话 增山改查 把它搞清楚就行了 确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学数据库 增山改查 cookie 增山改查 筛形 增山改查 是说这个细节东西 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区别 仅此而已 你别把看太神秘了 知道吧 你越把技术看得太神秘 你就不敢动手了 你看着他 他看着你 对不对 看出感情了 就下不了手了 这样子 更新一下 更新 那就set cookie 比方说 我要更新哪一个呢 假设啊 我要更新的是 addrice 我要把地址呢 更新成天津 最始终是针对一个用户而言 你别把它混在一起了 比如说 我这写了一句话叫 addrice 然后写了个叫天津 这个还看不出来呢 因为它是加密的是吧 我就写个英语吧 叫天津 拼音 写个天津 这样大家就看到区别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 我们是当前时间加上 比如加上个 加上300秒 好 然后呢 假设我写句话叫更新成功 把什么呢 把 把键 键等于address的 addrice 的值 更新了 的值 更新了 哎 就这个一句话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是否能够成功啊 朋友们请看 我先访问一下 因为五分钟 可能已经过了 所以说 我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它了 那么现在 我要这样做一下 好 先刷新一下 这个 先清一下 走 好 我们打开文档 因为五分钟嘛 肯定时间还是充足的 走 cookie 那么 大家看到这里面啊 看到 看到搜狗没有 搜狗和搜狗挺 挺好心的 他偷偷给你写东西了 我没打开网页 他在写东西 他都不知道从而来的 你知道 这家伙太坏了 你打开它 打开 你看这里面 这边有个address 这个address 是这个字啊 我一更新 然后你再看 他变天津了 我访问 cookie3 好 把这个字更新了 更新以后呢 我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看看有没有变化 好 打开它 我发现 咦 怎么成这样子了呢 sad cookie 是不是有的人在访问什么东西 给我删掉了 有些哥们 别 别 别那个 给我捣乱 好吧 肯定有同学在那 给我访问 就又把这个东西 给我 给我搞掉了 他写了一个 可能类似于一个删除嘛 把回忆删掉 别别别 别做这个事了啊 你等我 做一下 我先再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保存成功 再把这个文件打开 再把这个文件打开 看这边有 名字 顺平 地址 我再更新一下 我再更新 打开我们这个3 我看看那个文件是怎么写的 文件应该没有写错 sad这个字 只更新它一个 sad一个字 cookie3 好 只更新了 我们打开它 好 这应该有两个字 大家可以看到 怎么没变到 看到变化呢 偏心变化了 是吧 变化了 没有问题了 正确的 刚才有同学 都肯定给我删了一下 好 这个无所谓了 就是大家接着往下走吧 这个改改动就成功了 就更新成功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增 增加有了 删除 现在就留下一个字 就是删除我们的cookie 怎么演示删除cookie 3.4 删除cookie信息 那么删除cookie信息呢 主要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指定删除 指定删除和全部删除 这两个字 第一个是 我们先讲第一个字 就是指定删除某个键 指定删除 某个 某个这个建制队 某个建某一个建制队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所有的都冲突删掉 还有一个就是删除所有的 删除所有的什么呢 建制队 我们一个的说 如果是指定删除某一个的话呢 这个比较简单 就他的语法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代码 我把这个代码一粘过来 刚才忘了粘了更新 我找到这个hdocs cookie cookie 找到cookie啊 上边 刚才是写的更新嘛 把这个字粘过来 这是刚才怎么更新 现在我们来看删除 删除呢 我再新写一个文件 cookie 4.php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指定删除某一个建制队 指定删除 某某一个建制队 好 这个比较简单 就这样写 我们看看cookie这方面 给我们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叫做delete吧 我看看是不是 哦 它是这样写的啊 听我说 这样写的 它还是set 它还是用的cookie 还是用的这个函数 它还是用的set cookie 那有些东西说了 他怎么怎么能干到做到这个事情呢 大家看 我这样写一下啊 他这样写的 假设你要删除某一个建制 就是k 然后呢 这个值如果删到就自空嘛 自一个空以后呢 然后你这要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time 减掉一个某个时间就可以了 只要是当前时间 减一个时间 这个就没有了 明白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方说 比方说我要删除 假设我把这个时间多长一点 这样子呢 例如我们讲课 我做的 我做一个3600秒 我都把他们都做3600秒 这个也做成3600秒 就一个小时啊 看清楚了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cookie3是更新 还有个cookie2文件 cookie2文件呢 是把所有的cookie都取出来 看清楚啊 我通过这个呢 看看我们取到什么 就证明有没有删掉 好 大家看我怎么删除 指定删除 比方说 我要指定删除 我要删除这个name 看清楚啊 我再把这个name删掉 我就写了这个name 那这个time减一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要删除 删除某个 键 那么只需 只需要 只需要把时间 花哪个时间呢 把这后面这个时间 用你当前的时间 减去一个秒数就可以了 秒数 这个秒数大小不限 这个秒数大小不限 就你哪怕是10秒 或者20秒 或者30秒 或者1000秒都ok 反正只要比当前时间 小一点点就ok 那么我们来证明一下啊 我写一句话 叫做删除成功 删除name 键 成功 好 朋友们请注意 现在我们要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我先访 注意看我访问顺序啊 我先访问cookie1 就证明我创建起来了 然后我在访问cookie2 就可以看到 我在访问cookie4 我删除一个 然后我再访问cookie2 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东西 这样来证明啊 不然的话 他就不好讲 因为你先创建一下 再看效果会好一些 来 咱们走一个吧 好 这几个页面都打开了 这是cookie1 这要当时 这改一下就行了啊 来 我们先 先走一个cookie1 好 保存成功 我再走一个cookie2 cookie2就是把所有的列出来 我们看看 把这都列出来了 看清楚啊 是吧 哎 充电一下啊 这都有了啊 这都有了 大家不要再动了 不要动 你们不要去帮我访问删除 好 我再访问一个cookie cookie4 cookie4.php走 我删除这个成功了 然后我再访问cookie2 你会发现这个没有了 其他的都还在走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说明我们是成功的 就指定删除是ok的 ok的 那么这个指定删除了这个代码就没有任何问题 下一个呢 我们再来证明一下 把所有的通通删掉 这个怎么做 就是一次性的把所有删掉 就是 如何删除 所有 所有的呢 如何删除所有的cookie啊 这个呢 你就只能用便利的方式了 便利的方式一个一个的给他指定 这个是比较比较郁闷的事情 只能说一个等三 你还是这样做的嘛 同学们 你这是不是有负循环呢 这个cookie本身他没有提供这个方法 就是一个方法就能搞定的 我看看有没有啊 好像是没有 我没找着 他没有一个所谓的destroy cookie是那个方法 所以你只能便利删除 怎么便利呢 就这么写嘛 找一个就是 cookie他是一个超全局宿主 他这个宿主 那就is 什么呢 把它t取出来 然后呢 把它直接取出来 那你就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你说来 我们通通的把你干掉set cookie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边写上 这就不要写上了 就是直接是个键 把这个键写到这 然后呢 这个值啊 就是空的了 然后呢 再来个time 减去一个 减去一个时间就可以 距离时间无所谓啊 十秒也可以 哪怕是一秒都成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你执行这句话 就会把所有空气通通干掉 因为你便利 相当于 相当于是便利删除的 那么看看 这样行不行 来 走一个啊 走一个 然后这写一句话 叫删除所有的成功 他会把哪 把哪个删除呢 就是把你当前这个网站的所有空气删掉 他不会把收服的删掉 他只会把哪个网站的呢 把你这个localhost的创建的空气删掉 他不会把你的 比如说你在上网的时候顺平 就说我上网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 可以不但访问localhost的 我还访问了搜狐网站 我这个代码不会影响到搜狐 保存的那些个空气信息 能理解啊 这样别打架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吧 这代码我看是没什么毛病的 echo echo大家删除所有的了 删除所有空气成功 好 那么咱们来试一下 看看行还是不行 这个流程呢 跟刚才一样走一遍 好没问题 全部保存 cookie2 访问四个 再来一个cookie4走 删除所有空气成功 再来访问一下 一个都找不着了 证明是ok的 因为你便利删除的 没问题的 那么一旦便利删 便利删除过后 这个文件还在不在 这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要多说两句话 比如说你这儿如果全部都删除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文件还在不在呢 看到是没有的了 注意看啊 我们再来再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大家看清楚 我先访问一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 这边是有个文件的 是有个文件 这边呢 会保存 你四个信息 一个 两个 三个 怎么只有三个呢 咱们是三个还是四个呀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呀 这有点不正常 怎么只有三个呢 怎么会少了一个呢 打开它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我还没删吗 现在 肯定有人删了 这手太快 手太快 同学 不要手太快了 好 那么反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肯定有人删了 现在 现在呢 我在整体删掉 就是我在执行室的时候 这个文件都会没有 你们注意观察 我在执行室 这个文件都会没有的 因为你 如果这个文件里面一个cookie都不保存了 他就会把这个文件删掉 但是 你假设保存了四个箭子段 你只删掉了一个 这个文件还是存在的 明白吧 这里大家请大家注意 应该我走一下 刷 没有了吧 我没动它 这是谁删掉呢 这就是 IE帮你删掉的 不可能是服务器帮你删掉的 这个行为 整个这个行为已经在哪里发生了呢 是在你一发送他回来过后 客户端 才有这个权力 他不可能在Apaq把你这个删掉 是 是这个Apaq Apaq回来个信息说我要删掉所有的 他就把这个文件 那个cookie全部删掉 同时他检测了一下这个文件 已经没有一个cookie了 所以他把这个文件也彻底删掉了 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那么关于他的细 增删感呢 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些 好吧 代码粘过来 把这个代码粘过来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分别对待 以后cookie cookie怎么变化 都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变化 你不用怕了 不管这个项目有多复杂 他都在这个范围的变化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举几个例子 来加上大家认识 开始了啊 走一个这个 走这 对一个代码说 说几个细节 说几个细节的问题 说几个细节的问题 好 就说 如果 如果你删除的 删除的这个 删除的这个 剑子对 如果你删除剑子对 删除cookie的 cookie的剑子对 k value 没有删干净 没有删完 没有删除 删除完 则什么呢 则这个cookie文件 在客户端是保存的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啊 客户端保存 保留 如果你把这个网站 把这个cookie 把这个网 把这个网站所有的cookie都删掉 如果你把这个网站的所有cookie 所有cookie都删除了 都删除 则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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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现在呢 我想cookie的这个基本用法呀 足足的够了 我觉得足足的够了啊 足足的够了 大家应该说也能感觉到 变化也如无出其左右了 现在我们往下走 关于这个side cookie的函数 它除了刚才我们成了三个变量之外呢 还有些变量也跟大家唠叨两句 就找了一个side cookie函数的参数一栏表 很奇怪 为什么我说很奇怪呢 就在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 没有没有这个表 他写的比他写他写的比较比较笼统 就是从英文写的 但看起来觉得挺挺难受 那么这个表我是从哪找的呢 反而是从那个老版本的帮助手册里面找出来的 那么你们这个老版本有时候做的也还是挺不错的啊 你看这个老版本我这有的 老版本呢 在这里我以前有一个 看这个共享文件夹里面 有一个老版本的看着他这里面把这个写的还挺不错的 side cookie你看 他在这里面列列上表出来 感觉还挺不错 他们写的比较清楚啊 这样写的我们看一下 name这个name呢 就是你填的第一个字 就是代表cookie的名字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代表cookie的一个箭子对嘛 相当于这么去理解 你他这样是怎么理解的呢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cookie 跟我那个讲的箭子对可能叫法不一样 他是这么认为的 比方说 比方说啊 就是这仅仅是个理解的问题了 这个不用去太太纠结他 就说我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我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都看成是整个cookie 然后呢 这算是cookie里面的一个箭子对 他是怎么认为呢 他认为这里面这一对就是一个cookie 然后呢 再来一个呢 又算是另外一个cookie 这个叫法都都可以啊 你按我刚才讲的这个字典 也是一样可以理解的 就是怎么了 假如我保存四个cookie 就是这算是一个cookie 再保存一个又算是一个cookie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仅仅是叫法都不一样 从理解上对于编程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影响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他下面怎么说的啊 这是他的cookie的名字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value就是他的值 这个值啊 保存在客户端 不要不要用来保存敏感数据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就说你的用户们密码 不要保存 如果你一定要保存 怎么保存呢 也可以 你就这么保存 如果你一定要保存啊 同学们 老师我就希望保存一个用户名 或者密码 一定要保存 你就这样写 你就这样做 知道吧 MD5 你把这个密码呀 做一个MD5教验 然后再把它保存到你的客户端 也可以 他拿到这个代码呢 也没有用 所以你们在公共上 像就是在网吧里边呢 你最好不要去登录到你的网上银行 或者是在淘宝网上去买东西 因为有些信息他会保留在客户端 你走了过后别人把机器打开 找到这个固定文件 可能就把你的密码给你拿到了 账号也有 密码也有 你就玩完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有的前提 就是这有个什么前提呢 就是尽量不要在cookie里面保存这些敏感数据 第三个就是exper exper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期时间 过期时间 它实际上是通通常用time 来加深一个秒数来设置它的时效时间 如果你是time减去一个值 就代表要把这个 代表把这个cookie删掉 就这意思 然后pass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pass代表cookie在服务器端的有效路径 就是哪个字呢 说白了就这个东西 说白了啊 就这个路径 就这个路径 明白了 就这个路径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不要去设置它 它默认管理的很好 还有就是domain 这代表cookie的有效域名 什么叫有效域名呢 比如说你是百度的 你打开 它就会有一个百度.count 但这个呢 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你域名跟 如果你的一个IP地址和一个域名绑定了 它会自动把这个填进去 还有就是secure secure代表就是你传送cookie的时候 是不是仅仅用于https这个协议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网站不支持https 那么cookie就保存不起来 默认情况下呢 是false 就是不用安全方式 因为他认为这个数据本身也无关紧要 怎么意思呢 刚才说你说什么呀 说你曾经看过什么东西 这个也不算什么秘密吧 说你曾经看过什么电影看到哪去了 这个算什么秘密吗 无所谓的 那有时候我看的东西不希望别人知道 那不知道你看看什么玩意儿了 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 你不希望别人知道 这个有些东西 它是无所谓就保留下来了 保留下来了 OK 那么关于这个函数的一些一些参数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来看 再来再理解一下啊 我画一个图 是这么一个流程 说浏览器服务器两个phe文件 那么cookie是怎么走的呢 再把这个流程给他打通一下 啪 浏览器发出一个请求 向服务器发个请求 走 再找到这个phe 假设找到第一个phe 假设我们这个phe呢 要回写一个cookie信息 它怎么回的呢 它通过sidecookie 那么的顺屏 大家意味着 如果你看到这个 你们就应该知道 相当于php页面 准备把一个cookie怎么样 回写给那个浏览器 对不对 回写给这个浏览器 那它怎么回呢 回给它了 回来以后 这个浏览器会怎么办 它要不要把它保存起来呀 那根据实际情况啊 如果说你这有设置 有效期是 是在10秒之后 或者20秒之后 它就保存起来 怎么保存呢 它就写到它的一个文件里面去了 但这地方 我这写的叫IE缓存 如果是保存IE缓存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你没有设置有效时间 没有设置有效时间呢 它就直接放在这个浏览器 缓存里面去了 就说浏览器 关闭就没有了 如果说你这个保存的是 有一粒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 或者10秒 它就会写在这个文件里面去 我这这个图呢 就没办法说两个件事情 然后第二次 你再发一个请求的时候 对 假设你要访问第二个 P面 当他发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这个 库西信息带给服务器 明白吧 然后带给服务器 那么 他怎么带的呀 通过 库西冒号 内蒙的与顺平 当然我这啊 写的是汉字 比论上不是的 他是用那个 UIL UIL 那个编码形式 发过去的 对吧 然后再走 他过来了 他 就通过Cookie 那个超全局 超全局宿主 取得了 你的发过来的信息 这就是一个流程 大家看看这个 能不能理解啊 没问题吧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有问题 待会再问 现在呢 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把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把 就是显示用户上次访问时间 我写完了以后呢 我就要求你们 把雇员管理系统里面增加一个 显示该用户登录上一次的时间 再教育 再让大家做一个功能 就是自动填写 该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都可以用Cookie来实行 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来 实际使用一下啊 实际 运用 一下 我们的 Cookie技术 技术 完成什么呢 完成下面一个任务 下面一个任务 怎么一个任务呢 就这个任务 把它站过来啊 你们跟着老师想一想 待会呢 就把这个功能 加到我们项目里面去 好 现在我有一个文件啊 我有一个文件 我要求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上次的路时间是多少 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 则显示欢迎你 您是第一次登录 如果是第二次登录呢 就把它原先那个时间取下来 让我说一下啊 如果用户 如果用户是第一次访问该页面 访问该页面 则提示欢迎你 或者你是第一次登录 你是第一次访问 该页面 如果不是 如果是第二次以后了 如果是第二次后 第二次后 则 则干什么呢 则显示上一次 则显示上次登录时间 这个难不难呢 不难 我们来写一遍 好 打开我们的 cookie所在文件夹 写干领 exam 1.php页面 好 开始了啊 php 那么我怎么来完成这个功能呢 根据刚才老师的这个思路 首先我们应该这么去做 我们 我们假设从cookie里面能取出信息 所以我们这样说 先尝试着 我们我们首先看看 首先看看 cookie里面 有没有信息 有没有 有没有上次 上次登录 登录的信息 好 我也可以这么去写了 如果 npt npt 什么呢 cookie 找 我写一个叫 last visit 上次 访问的时间 last visit 这就这样写吧 visit 好 如果他不为空 如果他不为空 这说明什么事情呢 这说明 这个用户 我已经是第二次访问了 对吧 那就这样就简单了吗 说您上次登录时间是你上次登录 登录时间是什么呢 把这个只取出来不就完了吗 是多少 就是多少 这个把这个打印出来过后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了要更新一下当前时间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第一次的啊 然后更新时间 更新时间很简单啊 你把这个值 这个这样这样写了就set set cookie set cookie 然后呢写上 这个名称叫last visit vz vz 然后把这个是把这个最新时间写进去要把当前时间写就叫代子年约是吗 咱们写个年约字啊 那就看这个日期年约是什么对应的关系打开我们手册里面有个时间函数叫代子 这个时间函数啊他给我们丰富多彩的格式字符串的方式他年月是这样写的年我带你几个大写的歪年月呢 月年月月是这个这个吧 m 日呢就是地 年月日吗 日在哪儿写了 地是吧 这儿小写的地 好年月日就这样写 y 年 年月日 还有个十分秒 十分秒那个十是怎么写的呀 h是大写的是吧 十 分是i吧 秒是小写的s 小s 好这就时间就有了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你要保存多少时间呢 这就由你来定了比方说我们 保存你上次登录时间保存一个月 一个月如果你在不登录的话就因为你是全新的一次登录 对吧这个你可以自己来设置 一个月就是当前时间加上一个月嘛是一天一一天是二十四个小时一小时是三千六百秒 然后呢一个月有三十天这样计算就OK了 这代码就喜欢了但是如果你是呃假设你不为假设的的确为空这说明它是第一次登录 说明是第一次登录说明用户啊是第一次登录 第一次登录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做一句话 就是打人说欢迎你啊你是第一次第一次登录啊OK 然后呢也要把这个时间更新一下 就代码就OK了 好我们来走一下这个代码好不好用很简单的一段代码啊代码非常简单几乎就没什么难度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我们来走一下 好走到这个demo我们的exam exam 一点ph走第一次打开看到没有这是第一次登录如果再刷新一次 所以你而刷新是影响不到我的啊有多少次我来搞个坏我刷两次你刷两次没用的因为我这个cookie啊是写到你那边去了你是你我是我说的他是不打架的你看我再访问一次 说你上次访问时间是2011年9月呃4年02分 看如果再刷新呢他又是把刚才你登录的是访问的时间又给你刷新一下他老是记上一次 看没有记上一次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着看一看的确确是记录各自的时间就证明我们这个服务器啊是把这个同样的信息写回给不同的用户了 所以说你是不会打架的 这个功能就实现了那有人老师这个什么情况下我才可以再看到第一次登录呢可以如果你把这个文件删掉了 假设啊你说我把cookie文件干掉了 那当然他是取不出来的 把这个删掉 同学们你把这个删掉过后啊我们再刷新 为什么还有时间呢 这在缓存面还有一份这样子做 你看啊 我先把这个关闭 我把这个关闭 然后呢 缓存面保存那份也就没有了我再打开 这样他会显示你是第一次登录 走 把第一次登录 再刷新 看他又写回去了一个 然后再刷新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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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呢大家要要了解的一个知识点 要了解的知识 好 这是这个案例就过去了 然后呢这样子给大家一点时间 给大家一点时间你们干什么呢 在雇员管理系统里面你增加这样一个功能 哪个功能呢 就这 你们也实际的操练一把 在哪呢 打开我们那个今天写的 写的 用雇员管理系统啊 给大家先稍微练习练习 就在哪里呢 在这 当这个用户 登录成功以后 在这里 在这个 两只蝴蝶后面打一句话说 你上一次登录时间是 什么时候 这个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呢 我还要求大家做这个功能就是 是否要保存cookie 就把这个保存cookie改成是否保存 用户名 保存登录用户名 如果这个用户点了一个勾勾 点了一个勾勾 那么他他第2次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打开登录页面的时候 这个用户名不需要这个用户再重新输一遍 就跟我校友网是一样的 我校友网不是有这样一个功能吗 你看那个校友网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到上面去啊 他说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就放大一点 复杂的功能现在不做 就说 你说如果说在此电脑上记住用户名 打一个勾勾勾勾勾勾的话 那么我登录以后 当下一次我登录的时候这个寒顺屏 无需再输入 如果他不勾 如果他把这个勾勾去掉了 那么 就把保存的那个狗删掉 这个功能也实现 你们在 登录了一块 把这个功能狗实现了 看看怎么做 啊 所以给大家留点时间考虑一下 好这是 上级的一个小联系 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的 感谢观看